都要冬眠 所以他们从来没有看过冬天 台上讲故事和小朋友互动玩乐器 柯文哲竞选总干事小野看起来好开心 这个小狮子的心肠很好 他其实都没有把它吃掉 全部把他们放走了 故事说得淘淘不绝 但到选前小野要像这样畅所欲言 恐怕也只有这时候了 因为传出小野被下达封口令 虽然没有直接承认 但也透露确实有人要他不要再说了 关键就在这 日前被丁手中抹成文化门神小野委屈落泪 但事后发言却引发争议 我一讲话就很可怕 你看我昨天一哭 马路生要下第一名了 我就可以告诉各位 其实我不能出手 因为我出手很可怕 柯P都不太知道我有这个能力 挺成奇迈却挺到抢戏抢过头 前一晚的龙山市造势活动 原本小野也要上台发言 却临时喊咖 我要征求几个小朋友 柯文哲幕僚一旁紧盯 就怕小野又当自走炮 现在兵手中那边都一直在攻击你了 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我已经三天失眠了 又有高血压 谢谢你们 谢谢 OK 劳过我好不好 谢谢 劳过我好不好 要大家劳过他 毕竟小野是文化人 而非政治人 选前关键时刻 开口前得些评估后助力 三天失眠据结束感应出小组 他被报道